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走路的时候 弹琴的时候都在想 大学 我一直在做音乐的梦 弹了四年吉他 换了四把琴 但是那种感觉一直没有变 开始以为天天可以唱歌 弹琴就是幸福 站在舞台上 让很多人看见你 就是实现梦想 但是慢慢发现 我不抽烟 不喝酒 不够帅气 也不够颓废 也没有勇气 在街头或者地下道场 所以没有多少人 会喜欢我的音乐 在这四年中 音乐开始变成我的生命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弹琴 唱歌 但是一点也不尽 因为我知道 还有你们在听 而且一听就是四年 有人说 大学是梦想的终点站 我想 我就是不愿意下车的那一个 我会一直唱 我写给你们的歌 并且记得那些 我未知坚持过的东西 然后告诉之后的每一个人 我的大学 是这样度过的 我会一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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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